習近平 下台 共產黨 下台 嚴正看待人民富豪 切勿重演六四飛距 台港中 挺全力 習近平 太古一切 聚集了來自台灣的本土 然後香港 圖國 新疆等地 那這幾十年 甚至幾十年來 反抗威權 反抗極權的 受到這些威權政權 打壓的民運跟學運的參與者 聚集來這邊來聲援這幾天 在中國各地開展的 抗疫的行動 11月24號的晚間 烏魯木齊的住宅區發生火警 當下因為中國過度 而且不當的防疫措施 門被焊死 車輛因為長期沒有發動 而無法被移動 諸多妨礙救災的這些措施 導致了這起火警 至少有十個人死亡 數十人的受傷 因此引發了高強度的憫怨 所以中國的民眾還有學生 開始張貼海報 抗疫各種過當的防疫措施 也因此開始高強度的訴求 要自由 要改革 並且因應中國的言論封鎖 他們用白紙當作抗疫的標語 進行集會 海報張貼 以及吊念行動 那到目前為止至少有80所的大學 已經出現了學生自發的行動 並且世界各地 也正在呼應這場行動 相應白紙革命 我們並不因為在中國包裝下的 沒有共識的國族認同 所謂兩岸一家親而聲援 而是在共同的 對於民主 自由的信念而聲援 並且堅決的反對過往至今 以及未來 可能再次上演的血腥 暴力的鎮壓 爭取自由與人權 民主 是人類普遍的心聲 我們在這裡要向中國各地 目前正在捍衛自己的自由 爭取自己自由的人民 表達最大的敬意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記者會 一個最重要的訴求 就是要警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絕對不要使用武力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在1989年的時候 六四天安門運動 中國對人民 對沒有武裝的人民使用了武力 在當時我們看到的是 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制裁 以及外資撤出中國 但是很多人會說 那中國不是又挺過來了嗎 中國不是後來又改革開放 走上經濟佈國的道路了嗎 各位在當年外資撤出中國的時候 很慚愧的就是台灣人 就是台商西進 就是東南亞的華僑北上 填補了這個國際資金的缺口